下方还有另外更多 其实我将来是希望做很多档案的合并分割 当然难度更高 不要一步登天 我如果希望各位可以看到在云端的第6页地方 会有个叫member.tst 这个member.tst就是希望说你帮我把 因为我预设是低 你如果有低你就放低好了 如果你没有低的话你就放temp好了 不然因为我这边就有C 请各位做一件事 第一个在第6页这边有一个member.tst下面就是它的资料 总共有6栏资料 分别是编号姓名生日血型手机 里面有几个会员 总共有50个会员 所以请你把它选起来 然后Ctrl C OK然后Ctrl C之后一样 请各位在哪边 在temp好了 我这边没办法在低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把资料先贴到记事本 这个资料贴 然后这个存档把它另存新档 然后存在哪里呢 直接就存在我的C的这个地方 如果我今天 我有一个这个好了 名称就member 所以这边把他帮我存成member 那点tst不用打了 因为他后面就自动会加点tst 那只是说你可能注意一下存档的底下有一个编码 我是建议你就不要改好了 也是用nsi 但你也可以试着改utl8 试试看 如果你用youtube8 那当然刚刚的程式直接读取会失败 因为编码不对 如果你不改 我们先用这个好了 存存 好这边就有个member 打开就有了 好 那这边总共有几栏呢 总共有五栏 如果我今天有个问题想要考考大家 第一个呢 我希望把这些资料全部读进来 那读完之后的话呢 我希望得到的并不是全部哦 我是要它部分 哪部分呢 就是只要这边不是五个栏位 我只要其中的两个栏位就好 哪两个姓名跟手机 然后几个人呢 前面十个就好 所以会有两个 第一个是前面十个 第二个是 第二跟第五栏 第二栏是姓名嘛 第五栏是手机 那怎么办 那你第一个啦 你说老师要全部读进来就很难嘛 就read就进来了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把我要的留下来 我不要的去掉 这是很麻烦 那其实你会发现 那我们所学的有几个 第一个把它切割嘛 那切割的话就逗点 但问题来了 那可是问题 这边总共50个会员 加一个栏位名称 总共51 这个横向叫列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它们分给一个一个分开 有没有 如果分开跟各位讲 这边你可以顺便学一个 我们刚刚不是程式里面有一个叫read 有没有 这边有个read 其实这个里面除了read之外 你可以找到有一个叫read 打一个r 其实read里面的话 总共有三 应该算四个方法 那其中最后一个叫read readlice 有没有 read的话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资料全部读进来 那readlice的话 就是把它一行一行读进来 但是他读进来的资料 他会直接就放在串列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切的话 你就要跑一个回圈 然后一个一个的把它读出来 做处理 ok 所以这怎么处理呢 你也可以用read 不过read的话 因为他每一行每一行换行 后面就反写在r 所以如果你要切割的话 你也可以用sprint 然后跟他讲说 我要根据每一行每一行 做切割 所以你就readlice后面 之前不是用do点吗 那你不用do点 你就用反斜线n 可不可以切 也可以切啊 他就一行 一个串列位置 所以第一个呢 他就会先放在哪里 这一个 他就会先放在 那个readlice里面的第一个 中瓜图0的位置 这个就放在1 所以刚好编号1 这个是0 这个是1 所以刚好0到50 你再做 你把它读进来之后 他每一个中间加 变痘点 所以你还可以再把它切割 切割之后呢 他的编号就变01234 那你只要取1跟4就好 那不就可以得到你要的了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一题比较难 又比刚刚还要更上一层楼 刚刚只有一行 简单 但是这个有51行 那就难了 而且后面其实还有一个范例 就是一堆的档案 一堆档案就不是一个档案 是一堆档案 那我希望把一堆档案全部合并在一起 那就更难了 ok 反正没关系 今天至少你要能够学会一个档案的开启 然后并且可以存档 那因为后面可能时间不多 你们可以先试试看 就是先把它打开 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得到前十个会员 的姓名跟手机两个栏会 然后帮我全部读进来之后 处理完 存档喔 所以给大家一个叫Member底线RPT 里面就是放姓名手机的十个会员 类似像这样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Report我想看到的结果 怎么做 想想看 如果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把它写出来的话 应该会非常有成就感 ok 那我不要给自己预设标准答案 因为你会发现 其实写法不会只有一种 ok 哪一种比较好 我一直强调 你自己看的顺眼的都最好 如果你看的不顺眼 可能发生错误那就不太好 ok想想看 那你也不是说一次就完成 你可以先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慢慢慢慢往前推进 推进推进 越来越接近的 那这个就会是 你可以做到的 ok 剩下不会的我们再补上 ok 试试看 所以第一步你先有这个Member 第二步的话你就先把它读出来 F等于Open 所以你会发现我每一次都一样的写法 F等于Open 然后Open里面的话就是路径 路径的话就是我放在C冒号斜线的Temp 底下的那个Member 点Tst 然后再逗点 R就好了 ok 然后读进来之后如果你要print的话 你就是print 然后把那个F底下的东西把它全部read read的话就这一个 ok这样其实理论应该就是所有会员的资料 我看一下应该OK吧 执行一下 错误有没有 为什么错 记得加一个小R就搞定了 如果你看到什么OSAL 就加一个小R OK执行一下 有了 有没有 全部读进来 但问题不对啊 我要描它全部 所以接下来你必须切割 或者你可以改成什么 Reader 不要Reader 你就Readerize 然后点什么 点Readerize 这边有Readerize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它会是一个串列 为什么知道它是串列 你会发现这个资料的开头是中瓜胡 然后尾巴是中瓜胡写尾 那里面的话就会是一个资料 斗点 所以第一个资料 有没有 这边有个换行 所以如果我只要前十个的话 这样应该就简单了 有没有 那我如果要前十个的话 我就先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 先放在一个list1里面 所以我知道它是个串列 所以我先把这个资料 先给一个什么 干脆先放在一个list1 然后我跑个回圈就好了 for i in range 那如果range 假设我全部读 那就全部资料 对 可是如果我假设我要到第十个 会员 那理论上就是多少 10 10 所以10的下一个 所以11 对不对 所以0是那个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也要 你不要忽略 然后这样子ok做 然后你就分别把这个list1 里面就是加上一个中瓜胡 然后加一个i就可以了 这样子应该就会是什么 只有前十个 看一下 我少了print 这边我少打了print 把他print出来 这样应该就ok了 执行一下 有了 有没有 但是你说老师 为什么他换两行 因为他的尾巴都加上这个 换行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干脆直接后面那个print本身的换行 因为他为什么两个 因为他本身已经有一个 反斜斜n 然后print本身又一个了 所以变两个 那我前面还有讲过 你可以把print尾巴的那一个换行拿掉 就end等于空的 写一个这个 就会把print尾巴的那个换行拿掉 那就用他原来的换行 就不会两个换行 所以这个执行我看一下 执行应该就可以 十个才ok有没有 刚刚好 编号就栏文名称 然后1到10 不难吧 所以其实几行看一下 所以最后这个出来的结果 就是只有开档 但是读档 特别注意 就不能用read了 因为read是read all 就是全部读 那我们要全部 全部读的话 你没办法切 所以如果你要切的话 最简单是用readerize 但是他读回来 会是放在串列里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强调 如果你串列 因为假如你对回圈的部分不熟悉 你就无法控制他了 所以你要前十个了 很简单嘛 你就在range里面跟他讲说 我要0到11是11stop ok最大到10 然后就直接把他的第几个 有没有 他的第几个是中瓜胡I 所以他中瓜胡I 他的范围就是先0 再1 再2 一直到10 那不就刚好就是前十个会人 ok 所以你会发现 好像比想像中简单一点点 再来就是 如果我只要姓名跟手机的话 该怎么做 ok 想想看好吧 如果你想自己如果弄出来 那应该相当好成就感 以后你遇到的问题都这些 反正资料一定是个表格嘛 那表格不过就是很像一列 那你一列都要切割嘛 你不可能说你每一个都要 那如果你不要的部分要去掉 然后就是要的留下来的话 那怎么做 先各位试一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然今天的话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把那个两栏的部分 把它讲完 ok 然后这一题大概就差不多 再来可能就是一个档不够 可能要多个 所以后面我们可能会更多档 然后批示把它载进来 然后把它做处理 ok 那后面 甚至这个可以结合e-sale 那如果今天我要存档 并不是存在存文 你说老师傅可不可以存在e-sale里面 可以啦 所以 后面我要教各位 对 怎么样再把它放到e-sale 不过难度又更高 所以你前面如果不熟 后面你应该会更辛苦 ok 好 所以今天先到这里好了 下一次我们再把它end 掉